我演的是动作片 他们没办法去演比我更好 后来才有杨子琴 我离开少时的时候才 提起打女出道的女明星 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电影《卧虎苍龙》中的杨子琼 其实还有一位和他不相上下的女明星 那就是慧英红 慧英红1960年出生 而杨子琼是1962年 虽然两人年龄上差不多 也是靠打女的身份进入娱乐圈 但是两人的命运却完全不同 杨子琼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 而已经60岁的慧英红依然未婚 截然一身 童年坎坷 青年成名 中年失忆 慧英红 我的一生是别人的两世 1960年 慧英红出生于香港 祖上是山东的名门望族 父亲在他出生前 带着几箱金条鞋架来到香港 不料却被骗光 加上染上赌博恶喜 家道就此中落 至此之后 一贫如血的慧英红一家 只能住到香港山区破旧的木屋里 并且慧英红的四个哥哥姐姐 也被送进了戏班一减少开支 或不担心 在慧英红三岁时 香港又发生了肆虐的台风 据慧英红回忆说 当时的台风摧毁了香港三分之一的木屋 慧英红一家所在的房屋也在其中 大家没了住的地方 就只能到处露宿 乞讨 没了家之后 慧英红的母亲带着全家 寄居到铜锣湾大楼梯下 没有吃的 就和其他穷人一起每天去饭店 领取客人吃剩不要的剩饭剩菜回来吃 为了生活 才三岁的慧英红每天跟着母亲去 湾仔码头都受口香糖 当时正值1963年越南战争 很多美国大兵会把香港作为休闲度假的地方 最常去的就是湾仔的红灯区 从小就很聪明的慧英红 是售卖口香糖的小能手 嘴巴甜 会说话 卖得不仅比别人快 而且也比别人多 所以当其他人还在奔走叫卖时 他可以有时间买点小零食去公园荡秋千玩 就因为这样他还曾被母亲用鞭子抽打 是他的父亲当时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慧英红 后来访谈中慧英红说起这件事情 也是对父亲充满了怀念 怀念像朋友一样的父亲 十一岁时 他不甘乞讨为生 跑去舞厅半舞 头套着狮子头一脸几个小时的甩头 他还只身一人跑到香港最大的夜总会 美丽华 直面观众 边血边套 大胆表现 后来一举拿下美丽华的领舞王后 甚至受邀代表香港去澳洲 美国等地演出 这一年 他才十四岁 1976年 《射雕英雄传》即将开拍 导演张车在物色慕念慈一角的最佳人选 在他的印象里 慕念慈很眉也很能打 但那时候女演员做武打动作并没有替身 张车在舞厅见灰英红一席红裙刚下场 很是惊讶 便举起酒杯问他 会打架吗 慧英红点点头 干脆做了自己自创的打架姿势 全然不顾动作跟自己的修身武服有多违和 果然 他饰演的穆念慈 跟小说里的几乎无差 临下之风巨险 当时 武侠引后郑佩佩已经远嫁美国 昭示公司需要一个女性武打巨星 慧英红想争取这个头牌 他最清楚人打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只要他们一个动作 他便知是身上哪一块肌肉在法里 别人的功夫是武行里练就的 他则在生活里系的 慧英红始终记得张彻那页最后留下的话 巫女只能做一时 但演员却可以做一辈子 七年里 他拍摄了清一色的大戏 只要导演是张彻 他便出演角色 那时候的想法也简单明了 一是未报之欲之人 而则为赚钱养价 八宝骑兵中有场戏 需要慧英红从十六楼跳下去 吊着威亚的他纵身一跃 只听得短促风声就着下半身的骨头破碎声响迟缓传来 慧英红当夜被送进医院 这时他才反映过来是威亚突发状况 此时断然没替身演员赶接牌 医生则表示打石膏最快也得二小时 慧英红咬着牙行工作人员把他抱回去 别人拖着他 他在镜头里只露出上半身 因为下半身是动不了的 这样的敬业态度 让剧足里所有人都眼含热泪 钦佩不已 但这次事故直接导致慧英红长达半年完全不能走 对他的身体伤害更是永久性的 至今他的双腿不一样长 又耳见息性耳鸣 后来记者采访时问他 阻打明星身上受过哪些伤 他笑看 你应该问我哪里没有受过伤 每次匆匆回家 妈妈掀下他的一脚 都会转身躲在房间里哭 再往后 慧英红回家的次数更少了 他怕父母愧疚 慧英红人生第一次才恨天高是在电影长辈里 他跟剧中的成代男一样 因常年拍打戏 整天混在臭汗恶血里 再次穿起裙子无比声色 真假的演技让慧英红一举成为香港电影金像奖首位影后 他是第一位获得影后称号的女巫大演员 没有太多的时间休息 慧英红就得披上五副网剧组里跑 风雨来雨离去 直到看着自己的工资跟商败一样越攒越多 家人的饭桌上终于有鱼有肉 他曾在媒体前表示 早上醒来身上的每一块骨头都会提醒自己是一个武打演员 因为每一块骨头都是戳心的痛 慧英红看着大营亭 张曼玉拍着优雅的软淋浴 中处红阴秋天的童话变得甜美又性感 文艺女星层出不穷 他裹紧手腕依旧默默开打 直至拿下经典的霸王花系列 成为香港最卖座的武打女星 亦是风光无限 此时的他才刚骂22岁 90年代的文艺风潮来得快气猛 没有人在费力气取拍吃力不讨好的动作片 杨子琼也去了好莱坞拍007 无数武行纷纷宣布谢家解散 慧英红主动降薪去找新戏 可没有导演愿意用它 他身上的打女标签太鲜明 转型无疑失败 从2003年开始 慧英红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不再以挣钱第一 做女主角第一的态度去面对演戏 这一时期的他 对好剧本的渴望胜过了对于片酬的渴望 只要他觉得剧本满意 不论戏份有多少 角色在片中的重要性是什么 他都落于尝试和挑战 譬如2003年拍《一夜回廊》时 最后他没有收取一分钱的片酬 2009年出演《西魔》 慧英红甘愿自降片酬来支持新导演何宇恒 正所谓吴玉泽刚 事实证明 丢掉了包袱和羁绊 轻装上阵重新出发的慧英红 完全投入了海阔天空的境界之中 这反而让他接连地贡献出了一个又一个好角色 也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金像奖评审们的垂青 终于是苦尽甘来了 有句话说得好 叫上帝让你经历千般苦楚 只为了让你靠近命定的幸福 用这句话来概括灰英红的演艺之路 恐怕再适合不过了 时至今日 加上第一届金像奖影后的话 灰英红已荣应过三次金像影后 两次金像奖最佳女派 追评了张曼玉五次夺得金像奖的记录 也许有人会说 张曼玉的五次金像奖都是影后 而慧英红却只拿到两次 这中间是不是还有一段差距的 笔者认为 慧英红的演技根本无需担心 关键在于什么样的作品 什么样的导演 还能使他的演技发挥到最大化 未来的慧英红 在拿奖方面还有无限可能 2019年 慧英红在演艺圈的成绩依然亮眼 拥有轻湛演技的他 不仅摇身一变成为综艺节目中的表演导师 还在演员巅峰对决赛当中成功突围 金像影后的美名可不是白叫的 此次慧英红出席今日头条年度盛典 不仅可以让很多人能够亲眼一睹 这位亲历了功夫片一整个发展时代的传奇影后风采 也让今年的盛典看点十足 事业荣获成功 但慧英红的心中还有一个遗憾 那就是感情 如今60岁的他依旧未婚五子 不是没有人追 而是他一直在等一位故人 也是他的初恋 在14号播出的《衣裳中国》节目中 慧英红表示自己希望嫁给爱情 如果年少时爱的人来找他 他会毫无犹豫地说出我爱你三个字 说出这句话时 慧英红老是眼神温柔 满脸笑容 却又透露着一种心酸 那段令慧英红忘不掉的初恋是在他年少时 一个常去找慧英红买口香糖的美国大兵混血儿 在去越南打仗时 他来找慧英红问他 爱老又用中文怎么读 慧英红叫他 我爱你 当时那位美国大兵听后摸着他的头 缓缓地对他说了这句 我爱你 可惜我爱你之后的那句嫁给我 美国大兵一直没有回来对他说 后来慧英红也曾到处打听那位美国大兵的消息 甚至在去美国出席活动时 问相关的人有没有聚过湾仔的 记得那个扎辫子的姑娘吗 然而至今为止 慧英红的美国大兵也一直杳无阴线 面对执着的这段感情 在网友中有这么一句评价 或许他等待的不是那个人 是执着于心中的那份美好